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关健康不可忽视 今年45岁的小乐生完孩子两年多了 在外人的眼里 他过得很幸福 老公挣钱多 孩子可爱 家务也有婆婆操持 只有他自己知道自己过得有多憋屈 不因为别的 就是感觉老公不爱他了 对他没有兴趣了 真正的原因难以启齿 可又不得不在乎 自从怀孕后 因为身体不便 两人无法再过正常的夫妻生活 小乐也不怎么在意 毕竟这也不是自己的问题 生完孩子后 老公嫌弃孩子太吵 打扰着他睡觉 便搬到其他屋里去了 后来小乐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 想着也不能太过冷落丈夫 孩子睡着后 便主动到老公的屋里 可是老公表现得完全没有兴致 说自己太累了 明天还要上班 小乐失落地回到了房间 好几次都是这样的情况 小乐失望过 后来也就算了 这样三年多以来 小乐跟老公从未有过夫妻生活 加上有了孩子之后 夫妻之间更是缺少了交流 小乐的老公下班后 宁愿去找朋友喝酒 也不愿意回家 他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 老公对自己的厌恶和嫌弃 当着婆婆的面也不给他一点面子 小乐对老公很失望 对婚姻也没有了希望 要不是孩子太小 他恐怕早就离婚了 夫妻之间只要还有感情 必定少不了夫妻生活 何况是刚结婚几年的小夫妻 男人都属于下半身动物 只要心里还有妻子 是肯定不会莫名其妙地忽略妻子 就算结婚好几年 只要愿意继续生活在一起 就会想办法经营好婚姻 稳固两个人的感情 当然 夫妻之间一些必要的亲密行为 是肯定少不了的 夫妻两人因为一些不可抗的因素 比如妻子怀孕 夫妻分隔两地等等 一两年的时间没有性 是可以被理解和接受的 若是夫妻生活在一起 超过三年的时间没有性 婚姻也肯定岌岌可危了 无性婚姻很难维持下去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都应该不会接受一段无性婚姻吧 二 早就爱上了别人的妻子 杨杨跟妻子是通过相亲认识并结婚的 虽然没有太深的感情 但在一开始 两人还有正常的夫妻生活 婚姻虽然平淡 但也还能维持着 妻子的变化 是在杨杨一次出差回来后 出差不过半个月 感觉妻子像变了一个人 当她对妻子有一些亲密行为时 妻子明显躲着她 还说什么 都老夫老妻了 别再腻歪了 她主动想要跟妻子过夫妻生活时 妻子也显得很冷淡 总是找借口推辞 次数多了 她也就没有兴趣了 跟妻子的关系也越来越僵化 一整天都没几句话说 这样的状态维持了两年多 杨杨越发忍受不了这种无性婚姻 她不想耽误彼此 便主动跟妻子提出了离婚 没想到妻子也很爽快地答应了 后来她才知道 妻子在跟自己结婚前爱上了一个男人 那个男人离开后就没了消息 妻子在家人的催促下 跟我相亲后就同意结婚了 婚后 那个男人回来了 妻子的心乱了 就无心再跟我生活 更别提跟我有亲密行为了 我后悔没有早一点发现 早一点选择结婚 婚姻就是如此 夫妻之间还有没有感情 就看是否有正常的夫妻生活就好了 彼此相爱才不会故意冷落 婚姻想要继续 便不会忽略对方 无视对方的关心和爱 性可以没有爱 但是婚姻中的爱是无法缺少性的 正常的夫妻生活 可以让彼此更相爱 更加珍惜这段婚姻 夫妻生活作为每一个正常人的生理需求 对于女性朋友来保持一个正常 有规律的性生活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越来越多的女性处于单身状态 或者感情破裂 从而对性生活非常抵触 而且长时间没有办法进行夫妻生活 以至于给身体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那么长期不行防尸的女性 会有哪些影响随之而来呢 不妨一起看一下吧 第一个变化 免疫系统越来越差 若是能够进行有规律的防尸 那么对于提高人体抵抗力 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很多人单单地认为 进行夫妻生活 只能解决人的生理需求 其实不然 因为在进行夫妻防尸的过程中 可以锻炼女性的心血管功能 其次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地提高自身抵抗力 相反的 若是长期没有夫妻生活 那么这些好处自然而然地也会消失 第二个变化 性老弹 当女性的生理需求无法及时得到解决时 那么女性所产生的生理欲望将会被强行压制回去 长此以往形成习惯后 再次进行夫妻防尸时 那么女性早已经对夫妻生活失去了渴望 从而会出现抵触心理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性冷淡 也被称为性功能障碍 第三个变化 自济能力变差 对于女性朋友来说 私密部位是具有一定的自济能力的 因为它会分泌出一种能够杀菌消炎的粘液 来保持女性私处的干净 但是当女性长期没有夫妻生活 不仅内分泌会被打乱 而且这种粘液的分泌量也会随之减少 从而降低女性的自济能力 使阴道内滋生细菌病毒 导致女性加大患阴道炎 盆腔炎 甚至是宫颈炎的几率 那么防尸多久一次最好呢 专家提醒 平凡的防尸会加速体力消耗 诱发躯体疲劳 所以不宜多 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加 防尸次数也要相应地减少 一般来说 每周两到三次为正常 但主要还是以第二天感觉不累为一 其实只要夫妻双方均认可 而且每次防尸后 双方都感到通体舒适 就不必有太多的约束 也不必盲目追求一夜几次 量力而为即可 如何提高防尸质量 当夫妻两人长期在一起 对彼此太过熟悉 很容易陷入性疲劳的困境 医生建议 可以用下面三个方法来应对性疲劳 一 注重质量 别在乎次数 不要追求次数 更别像工作一样 规定一周就要做几次 如果质量不高的方式 做多了反而会令人感到疲惫 更重要的是 我们应该要追求高质量的方式 要让双方对此都要感到满意 二 找到自己的节奏 不要拘泥于次数 频率 别只盯着方式 很多人误以为 两人在一起发生性关系 才算是性爱 其实 性爱有很多种方式 如拥抱 说情话 爱福等也是方式的一种体现表示 三 制造浪漫的氛围 每天面对一样的工作 任谁都会产生心理疲劳 即使房式也是一样 因此要学会调剂 玩点浪漫的花样 这个就不必详细去说了 要靠自己去挖掘 进行夫妻生活 也是帮助我们人体 缓解压力的一种方式 若是长期无法进行 那么不仅会让人失去自信 产生自身怀疑 而且 对身体健康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所以各位男女朋友们 保持适当有规律的夫妻生活 非常重要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 一定要发给身边 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志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